美国共和党少数民族委员会主席陈湘梅今天结束了在北平的访问 他此行主要是要评估六四之后的大陆情势 而陈湘梅透露中共官员承认处理六四事件缺乏经验 但是他们还是不认错 同时还一再地表示邓小平身体健康 以下是我们的卫星报道 在六四写起天安门事件发生之后 陈湘梅是第一位肩负的特殊使命前往中国大陆访问的美国人士 今天下午他在北平美国大使馆会见记者谈到此行的成果 而其中最令外界惊讶的是陈湘梅说 他这一次的访问虽然没有见到中共领导人邓小平他本人 但是他见到了邓小平的儿子 另外接近他的中共官员包括了副主席王震 经贸部以及港澳办公室的官员都一直指出 邓小平的健康非常好 仍然可以照常的抽烟甚至还有游泳 另外陈湘梅又说他跟北平市长陈希同见面的时候 讨论到了六四血腥镇压的时候中共的处理方式 陈希同承认中共对于这个事件的处理缺乏经验 一致可能引起了外界很多的误会 陈湘梅也透露中共官员告诉他的确中共的党政领导高阶层 正在进行一次大改组 而结果可能最近就会宣布 至于未来中共跟美国之间的关系呢 陈湘梅说他已经告诉了中共方面 美国希望能够继续维持过去十年的友好关系 而且今后还要继续的拓展 陈湘梅将在结束北平讨论之后 明天转到香港来到台北